日本对美元汇价18号近升持6周新高水准 引发市场依测 可能是日本官方再次出手干预汇市 在此之前市场预期美国联储会即将降息 导致美元走低 世界贸易组织17号表示 由于整体缺乏透明度 无法清楚了解中国官方对电动车 或是铝和钢铁生产等关键工业的财政补贴 支持情况 举起国家贸易部长周三表示 如果有需要的话将使用贸易工具 来对抗扭曲市场的行为 虽然声明没有点明中共 但与先前发布的公告相比 措辞更为强硬 外媒路透社调查显示 在200多家受访日期中 超过40%的日本企业 没有计划利用AI技术 原因包括大量资本支出 以及对可靠近的担忧 另外还有员工对可能的裁员不安 请大家是整理报道